最近已经定好了大约有八八多件 这个故宫的文物会在我们开幕的时候展出 这个文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文物 都是他们精品中的精品 有很多是没有在香港展出 有不少是没有离开过故宫 5月17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透露 约有800件珍贵文物将于2022年4月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运抵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并于2022年年中的开幕展览中正式对外展出 在吴志华看来 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脉络 形成了既根植中华文化 又柔和西方色彩的香港文化 而别具一格的香港视角 将为故宫文化的演绎再添魅力 中华文化是一个一体多元有一个特点 香港作为我们中国一部分 要有积极有一个文化特点 香港故宫背靠祖国 即跟香港变相世界 我们会利用香港图的插奖角度 去演绎故宫文物与中国文化 然后把它传播到世界国地 香港在过去有它一个特殊的原文地理 跟这个历史背景 发展出一个我们有一个地方 吸采一个角度 我们觉得它这个演绎可以丰富 我们中国文化的内行 除了是面向香港民众的展示空间 吴志华认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更是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他表示香港由于地理人文和历史 等原因在对外交流方面具有悠久历史 回归后香港在新的历史阶段 更好地发挥了中外文化交流枢纽的作用 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也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且独特的角色 这个在未来我们香港故宫会有很多一些项目 是把这个故宫文化 除了在香港展出愉快 还有会跟介绍给外国的观众 这一方面是把中国文化带到世界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把世界文化带到香港 带到内地 最近这个国家十十五规划旅头 要谈到了香港是作为国家 一个很重要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我觉得这个是对香港一个很重要的定会 把我们更好地融入国家的发展待局 也会国家在未来在世界文化各局一个宣定会 可以做出贡献 吴志华强调 推广中华文化艺术以及促进世界文明交流对话 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重要愿景之一 在不久的未来 更多融合东西方文化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的展览 将成为香港故宫的推广重点 我们有一个马的展览 我们就开幕一个重点展览 差不多有三把件一个文物 是故宫关于马的历史 从这个新学习戏期 遗漏到这个清代 我们都有马 表现的我们这个马文化在中国的重要性 我们从一时间 我们已经跟罗佛公已经谈好了 它有十多件是代表西方文化 马这个文物 在我们这个展览里头展出 所以这个就出示我们一个东西文化的对话 带着不同一个世界文化 咱们去看待马这个 它在我们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性 将来是我们一个 这内的展览是我们一个重点 针对如何吸引年轻观众 让传统文化艺术 走入现代年轻人的生活 吴志华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与规划 我们这个文化不是平面的 是立体的 这个对于现代的年轻人可能 跟他刚有兴趣 因为他们可能有时候 过去感觉 哎呀这个文物了 艺术了 太高兴了 他不记得不明白 这个我们希望就是 把这个内容 跟他们生活接近起来 我们会找 我们先来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我们邀请他先看看 我们准备展出一些故宫文物 然后看看他 这些文物 有没有影响他们 创作这个概念 看看古人 怎么样创作这个文物 现在在21世纪 一个香港艺术家 能不能按照他这个想法 创作一些现代的艺术品 然后透过这个机会 跟古代艺术家这个对话 作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 首任馆长 吴志华深改任重道员 他坦言 好的团队是成功的一半 目前他正集结来自 不同国家地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 专业人士加入队伍 力求打造一支 国际化的专业团队 旨在让世界各地的观众 都能更深入地了解 中国故宫 爱上中华文化 我们在挑这个团队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不同一个专业 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城市都能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们现在这个团队是非常国际化的 有我们香港版图的 有来自内地一些在博物馆工作很多年的 有来自台湾的 我们有一个研究员是来自台北故宫的 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的 英国的 他们有不同背景以后 他们也要了解在国际 怎么样去认识 解释中国文化 这个对我们在往后的工作 帮助很大 感谢观看